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这首歌我想更全方面的分析 毕竟呢这是一首能够堪称文化瑰宝的歌曲 歌曲的来源呢源自于诗歌 其实呢最早的歌曲并使诗歌和音律融合的一种体现 它代表的是古人的智慧 当下的文化 好比是唐朝时期 杨贵妃请李白作词的《你上语》曲 而在现在诗歌文化转化为了中国风歌曲 其文字不拘一格 不再拘束与字数的工整 词运词早 与原有的诗歌意境融合 体现出了文化的一种美感 中国风歌曲当以早期的方文山作品为罪 但是拿方文山作词的花西子来说 作为商业歌曲实际上呢 词径是有所限制的 是不如这首画卷的 为何这首画卷能够堪穿文化瑰宝呢 我们先来谈一谈这首歌的意境 这首歌词的开篇呢 以幻为时 河岸飘来的语衣 其实呢在大唐时期 语衣是一个极具神韵的代表物 自杨贵妃《你上语一曲》来看 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文化色彩 以幻容时 字词之间透露出的是一种 心绪带来的离别之意 尤其是在清静丹青 想要画出你的一句当中 点缀出了一种令人狭想的美 其实啊 画卷这首歌的意境和李玉刚的 清明上河图有相似之处 真与幻之间的巧妙转换 却凸显出了时空不同的差异 在《给我讲大唐的秘密》 一句歌词当中就有所体现了 这首歌词相当的有立体感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以词画景 一股文化神韵扑面而来 却又是在精神的幻想之中的 仿佛是经历了一场时空旅行 打完歌词 我们再来说说周深的演义吧 周深的声音非常的干净 在整首歌曲的表达上面 更有自然之态 这首歌曲作用到了戏腔 但是呢也不浓重 加上当时的背景 却凸显出了一种时空不同的环境 而周深的共情能力 在这首歌曲当中 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点 每当在歌词的情绪发挥处 都能够将其情绪彻底的发挥 也让人深陷到 这一场时空的旅行当中 可以说周深是用歌曲书 画出了一个朝代 展现出了大唐的风采 以诗歌来论 其实对于这种意境呢 并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文字当中 就好比是才子刘勇作品 《语林林》当中的一句 直手相看泪眼 尽无语宁验 念去雪千里烟波 木崴沉沉处天阔 又文字描绘出当时的离别感伤 却在最后的一句当中 将一种离别之后的意境 体现了出来 以思念离别 透露出一种思想 而周深的这首画卷呢 正也是有其意境 只是表达的形式 及感受不同 周深的演唱和舞台背景相容 体现出的是一种极致的场景美 而歌词本身具备的意境呢 又将这种立体感凸显了出来 仿佛是只身处在那时刻 那唐朝的秘密之中 周深参加《一上中国》 无疑是用歌曲将中国文化弘扬 文化是最大的财富 希望大家看到的不仅仅只是歌曲的本身 这也是周深本次演唱带来的最大意义 另外呢 近日周深还录制了一些 一镜到底的视频 网友们对此非常开心 因为呢 他们喜欢看到这样有梗 性格好 业务能力强的艺人 在某次采访当中 周深就又让我们知道了一件 他失火当中的趣事 周深说 他叫完车之后呢 从来都没有被司机师傅 和打来电话的客服叫过先生 只要他先开口 喂一下 另外一边就立马说 哎 小姐您好 周深表示啊 如果有哪一天 有人在电话当中叫他先生 他可能会觉得 这个人有一点点意思的啊 其实啊 这已经不是周深第一次被声音困惑到了 上一次还被提醒 别进错了厕所呢 那个时候周深在男厕所里边 亲嗓子 大家都知道周深的天籁之音很特别嘛 有点像女生 在隔间的男生呢 就误会了 还好心的提醒他 哎 这里是男侧 从中我们发现呢 周深真的是暖心又幽默 用这种自黑式的方法来安慰粉丝 简直不要太可爱了 大概这就是明星吧 外表光鲜亮丽 但是总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 尴尬了一下 话说 回这个周深的嗓音吧 他的声音非常特别是中性嗓 由同声 男声和女声混合组成 所以在低中高这三个音端之上呢 会有很多微妙的变化 非常的富有层次美 有的时候在混声唱歌的时候很有空灵感 所以很多人都说啊 他的音色婉转空灵 但是如果说你仔细听的时候会发现 他唱中低音的时候会有点像林俊杰 在929生日特别直播的时候唱了编号89757 就有那种感觉了 不过呢 毕竟低音不是周深的舒适区 所以平时呢 就很少展现了 这种嗓音呢 有天声的成分 变声不明显 保留了一部分的铜声 音色很漂亮 声线干干净净的 听起来脆脆的发柔去不点 再加上口腔咬和好 吐字又会很标准 但是更重要的呢 就是后天的努力了 哪个歌手都会经历到这一步 周深小时候喜欢王菲和邓内君的歌 所以呢 不自觉的就向着他们的风格靠拢了 这种风格在周深打磨之后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保留 所以有时候总感觉啊 他唱的歌还有点上个世纪的样子 不管是先天的天赋 还是后天的努力都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品行 周深呢 已经28岁了 是一个成年人了 过了不碍事事的年纪 但是他依然可以像是孩子一样的纯粹 对音乐有一种执着的热爱 这种热爱不是偏执的 而是不停的感恩 像是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之后 仍然觉得生命很美好的人 另外有些人呢 可能会觉得这样唱歌费嗓子 其实啊 唱歌本身就是个费嗓子的事 周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呢 往往会通过假声和混声的方式 来降低声带的耗损 即便是长时间的使用高音呢 也可以 另外通过多年的专业学习 周深的声带韧性 肯定会比普通人要强嘛 气息扎实 所以呢 只是要是身体舒适的话 音乐在舒适区就相对来说不费嗓子了 值得一提的是啊 普通人如果是想要强迫自己改变拥有的声线 去模仿他的话 可能会很费嗓子 这样的唱法 你不行 我不行 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是这样的 所以与其跟他学唱歌 不如跟他学品行吧 让自己也成为一个既幽默而又暖心的人 吃光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先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